切中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鸭血 好的鸭血啊 中间是没有气筒的 不会像猪血那种 像海绵一样那种气筒 不会有啊 先把这个水烧开 里面先加几片姜进去 倒点料酒 有鸭血的时候 火不要大 保持热锅里面90度左右 微微的冒泡 就可以了 煮三分钟左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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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这一下呢 也是为了取胸的 刚开始它切开的时候 里面是鲜红色的 让我们烫一下 让它里面就变成像是外面的灰色色就可以了 如果大了调一下 保持它冲三分钟左右 保持它冲泡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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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从夹开一个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泡面如果说变成灰褐色了就可以了 加点压米 凉水能没过鸭血最新 然后适当的点点盐进去 现在这个鸭血就处理好了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老鸭汤用的粉丝 这种是红薯粉 只用大概在1.5到2毫米之间 这种粉丝是白色发黄 价格的话大概在5块钱一斤左右 我们这个粉丝怎么去泡呢 我们要用浓水去泡 泡8到10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头一天晚上泡 第二天正好特充饮 这种粉丝泡好之后 要给它剪断了 筷子吧 因为它是红薯粉丝 因为它是红薯粉丝